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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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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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コメント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通常都会有很多人 讲世界末日 即我们会搞不定 这次我们就必死的 我又死 他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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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死 即是世界末日 是吧 所以很多时候 你跟我会发觉 这些世界末日讲的东西 都是老生上探成的人说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看 究竟这个题目对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 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 刚才也说过 我是在香港去到加拿大读大学 那时候社会环境完全不同 那时候有很多人仍然感觉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带来的和患 越战可能还未完完 但是他们觉得现在这个世界太麻烦 我们要停止越战 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 曾经见过有些傻佬 拿着牌子写着 The end is near 即是世界末日就到了 走过去就还没有臭臭的 所以我们觉得这些神经病的 都不要经常跟他了 所以我觉得听就挺好听 但是究竟他想叫我们做什么呢? 所以我当时也没有注意留心去听 但是我只是知道 我们是活在一个很动荡不安的世界里面 我们经常都觉得我们搞不定 什么时候是世界末日呢? 你搞不定,我搞不定 现在疫情,谁说他搞得好呢? 其实很多人都出声说搞得好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人以为他搞得好 但是呢 后来又改口 又说我们有别的措施 我们国家的领袖已经说了很多话了 究竟你们信哪句呢? 有些应该信的 有些我根本没办法去处理 你说什么就什么了 所以有人说世界末日到了 你的反应和我的反应应该怎样呢? 我们通常就笑这些人说 他们说一下而已,他真的吗? 但是这句话不是他自己走出来的 是在圣经里面出来的 我们刚才读的那段圣经 在《比特前书》第四章 第七节第一句 就说世界万物的结局近了 万物的结局近了 所谓万物就是全部的东西 这东西又不行了,坏了 那东西又坏了 那东西又崩溃了 这里有灾难,那里有灾难 这么多灾难的时候 我们唯一的结论就是说 万物的结局近了 当然你和我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刚才看的《比特前书》 就是说到 比特写给第一个世纪教会的大英展会听 这个教会可能会面对很多的困难 你和我也知道 那时候的教会 不是像现在这样 好像明天还有明天 你们刚刚庆祝完二十周年纪念 你有没有打算庆祝二十一周年? 当然了 我预备好了 有筹备委员会 二十二周年 会更加厉害 但以前的教会可能就是 不知道明天有没有 今天完了之后 可能就结束了 所以 比特写给第一个世纪教会 是叫他们整天都预备好 究竟耶稣何时回来 因为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 曾经和门徒分享过很清楚 我一定回来的 我被钉十字架之后 第三天就复活 那时候他们不相信 谁知道他们真的见到复活的证据 没有办法不相信 而且耶稣向他们显现 有四十天的时候跟他们说 所以他们拼了一条老命 都继续去传 如果不是他们传 今天我们没有人相信耶稣 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是复活的 所以教会就继续下去 所以他们知道耶稣说的事是真的 耶稣说过什么呢? 耶稣在《约翰方十四章》里说 你们心里不如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接着他就说到 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 如果我去了之后 我必定回来都会带你们去那里 就是耶稣告诉他们 他这次走不是永世都会走的 他是会回来的 而且他是亲自回来 带你和带我回来 那时候向那个时候的十一个门 有一个出埋了 所以这些是真的 他们亲耳听到 亲眼看到耶稣这样说给他们 所以他们拼命就去传这个福音 那时候传什么呢? 就是耶稣回来了 你们这些人不要经常牙牙擦擦 以为很聪明 当他们回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死了 你们不能够碰自己 你们不悔改的时候 你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位神 所以第一世纪的教会 所以第一世纪的教会 全部都是在等耶稣所应许的 他会回来 只不过有些失望 就是好像他所说的 还说的 但是都不见到有什么出现 我们看到那些人越来越逼这些基督徒 有些去杀他们 有些就不让他们说话 关了他的麦 不上得推特 各样的东西 但是比特告诉他 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呢? 所以在比特前书、比特后书 比特前书提过一点点 比特后书差不多 整卷的书信 都是说 你们面对世界末日的时候 要怎么做 你有空可以回去看看世界的比特后书 原来耶稣呼召人 是叫人相信他 最初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告诉你 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当然耶稣不只是说这几个字 但是他整个信息就是说 你们要悔改 你们要悔改 因为天国已经近了 结果 我们看到好像天国没有近 你还被人盯着十字架 但是耶稣其实说得很清楚 如果那时候的犹太人 是回转归向神的时候 天国就马上开始 但是他们没有 所以我们一直在等 究竟何时才到 但是耶稣所说的 一定要实现 所以耶稣呼召人来悔改 他并不是只要我们信了他之后 现在等着很舒服 有一天我就上天堂了 但是叫我们预备好自己 耶稣回来的时候是怎样 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呼召人 不是只要他信了他算数 而是叫他为将来是要怎样 所以将来的生命 我们经常以为人死了就完 但是耶稣说 人死了之后还有很多活动 因为耶稣会带我们去他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在预备来生是怎样 今生我们当然要做得好 但是主要信耶稣的目的 不只是为了今生 是为了来生 你来生是去哪里呢 彼得传书一章五节那里说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那所预备到 不是无识 这要打错了 对不起 到末世要显现的旧人 主要就是说 你们现在在做这么多事情 都是为了等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我们上个礼拜遇到一个 很令人惊讶的消息 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负责做教会和青年事工的 在一个交通意外里面 很意外突然的 就离开世界 我们心里面都很伤痛 为了家人伤痛 为了家人来祷告 究竟他们怎样面对前面呢 唯一的安慰就是说 他已经预备了要见到神 要见到神 因为我们在世所做的事 都是为了将来而怎样的 他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 《传书1章13》那里说 告诉第一世纪的门徒听 所以你们要约出自己的心 谨慎自首 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你看到 彼得第一次 写给第一世纪的信 经常都说到 耶稣回来的时候才是最重要的 那时候你要怎样呢 所以未到那天之前 你们要做些什么 我们是为了要和主耶稣合作的 祂叫我们做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所以 究竟信耶稣的人 要怎样面对生活 怎样面对这个疫情呢 我们应该有另一个心态 不是说今天 希望安全无事 这样的宣誓 我们有另一个mindset 就是说 在想一套新的价值观 不是为了赚多点钱 得到更多人的赏息 或者去到高位 这个就是我生命当中最高的目的 当你一切都失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白费功夫 所以先知寓言的说话 告诉我们耶稣会回来 是要推荐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怎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 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段经文 就告诉我们 彼得说 万物的结局近了 然后一堆他所说的东西 这里我们不会再详细去读 刚才已经读过了 列了五件事 说我们这群人在世上活着的时候 其实要做些什么 当然我们可以做很多东西 但是有些东西 不做不行的 那些一定要做的 我们叫做non-negotiable 你不用跟他谈一下 做少一点不行? 不行 因为这些一定要做的 究竟要做些什么呢? 在彼得前书第四章 第七节到十一节 那里讲到 万物的结局近了 万物的结局近了 简单来说 世界的末日就快到 世界的末日是怎样的呢? 你和我都很难预测 有些人说 可能是核战之后所产生的结果 但是圣经没有这么说 圣经只是说 万物的结局近了 接着彼得就说 所以 凡是你看到 所以之后的字 要小心点看 因为 所以之后的东西 全部都是前面所说的说话 接着的结果 他说了五件事 我们要做的 第一件事 就是謹慎自首 他说 所以你们要謹慎自首 謹慎是什么意思呢? 謹慎就是 可以说 理智的平衡 有些圣经 英文圣经 例如level headed 就是不要搞到又高又低 应该平衡 想些事情清楚些 平衡 平衡 我们想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不平衡的地方呢? 有没有经常被人搞到又高又低呢? 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里面 经常听到很多新闻 我们前任总统曾经给我们认识一个新的词句 就是假新闻 什么叫假新闻? 我以前很少听到假新闻 新闻一定是真的 是不是? 不然也不会说 但竟然有所谓假新闻 即是说 他们明知不是真的 不过想叫人做某些事 所以说一些事 让你以为是这样 这些叫假新闻 你和我都很喜欢去看新闻 想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事 一会就提醒我们 不要看这么多新闻 我不是说不要看报纸 那是说很多的事 是为了要达成这个写新闻消息的人的动机 而写出来的 否则我们的思想就会上上落落 我们就不会理智平衡 所以你们要谈慎自首 不要被这个熟世的物质主义影响 熟世的物质主义是什么呢? 我们经常听到 人生在世最重要是什么? 赚钱 过一个舒适的生活 有名 即是说别人会看得起你 不会踩下你 你要过一个令人很欣赏的生活 有一间教会很诚实地说 耶稣就回来了 所以我们要成立一个基督在来的委员会 其实大家都可能会认识的 一位很出名的牧师叫Warren Wilsby 写过很多书 在教会里面提醒一些人 我们要成立这个群体 要预备好自己 等耶稣回来的时候 他都不会败责我们太多 可以让大家很自然地来欢迎耶稣来到 所以有人说 我们用这些功夫 读圣经这里 读圣经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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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努力 但是我们发现 我们所用的功夫可能有点过分 究竟耶稣是否真的要我们过这样的生活 很紧张 所以有人说 我们不要那么紧张 读圣经那里 读圣经那里 好像荒死走错路那样 不如我们把这个委员会改名 叫做欢迎基督在来的委员会 总之他回来 我们就拍了手 读圣经那里 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我们最大的目的 并不是说 做到一个很漂亮的banquet 或者一个欢迎会 或者一个很厉害的聚会 让耶稣回来的时候 那些记者来到 一看的时候 哇,很厉害的 我们每年的宣教年会 我以前的教会很着重宣教 每年都想着 有些新的东西可以比去年更厉害 如果评认得比去年更厉害 就是一年一年 就双尽老根想一些新的东西 我叫做新的东西 又是做回去年的东西 又是说回去年的事情 但其实我们主要的目的 并不是要有什么新事 但是知道我们要做的功夫就是 宣教就是宣教 不是想一些新的东西 叫人很震惊 所以耶稣回来 没错 是一件很隆重的事 但我们不需要太废心思 走去搞些什么 我们平常想不到的事 有很多人想着耶稣回来 那我们究竟要知道 最后的日子是怎样 耶稣曾经警告过你和我 不要去预测耶稣何时回来 有人看到以前的苏娥总理 Mikhail Gorbachov 说他这个人很厉害 他说句话就影响整个世界 因为他是有些特点地方 有什么特点呢? 你记不记得Gorbachov是怎么样的? 光光你头 上面不是有巴痕的? 那些人就说 你看看他的头 这里有一条红龙 就是圣经里面 启示录里面所说的 头上有红龙那位 就是敌基督来的了 所以很多人就下个结论 千万不要给他掌管任何的领袖地位 结果我们知道他没有继续下去 这些猜测是很令人吸引 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猜测 不能给我们有什么好的结果 1988年9月11日 曾经被人预言 就是主耶稣再回来的日子 1988年已经过了很久 差不多四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 那个人还说 如果不是9月11日回来的话 可能9月12日 最似最似的 接着那个星期二 他就一定回来的了 究竟耶稣有没有 跟我们做了访问 什么时候会回来呢? 其实耶稣一早就已经告诉我 他会回来 但是他还说 没有人知道他回来的日子是多少 是什么时候 只有父知道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意思就是说 既然他告诉我们 回来 就叫我们 天天都预备好 他回来的时候要怎么样 所以他这里提醒我们 要常常都谨慎自首 不要常常听这个讲 听那个讲 有很多的预测 没错 多有兴趣 我不是不想鼓励大家去看一些 关于末世的情况 但是 这个不能够给我们肯定 究竟耶稣何时回来 这个只能够肯定 我们需要更加谨慎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第二件事 在第四章第七节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警醒吐告 警醒吐告 第四章第七节 警醒吐告 警醒的意思就是 头脑是清醒的 不是迷糊糊糊的 就是要分辨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就是头脑平衡 警醒就是要清楚 要感觉到那样东西是怎样的 而不是模糊糊糊 那些人说 什么就什么 我们知道 有很多人以为 信耶稣就是模糊糊糊的 合起来之后 发生什么事都不理 警醒吐告 就是说 虽然我们合起来吐告 但是我们要立刻知道 究竟我们到处在做什么 你和我都需要警醒吐告 而不是说 什么都不知道 就合起来 交给神算数 乃是有一个清醒的脑袋 不要被人迷蒙 所以吐告是要警醒的 要经常都知道是怎样的 我们知道 吐告并不是我们最喜欢的活动 如果是最喜欢的活动 吐告会应该是 教会里面 人数最多的聚会 是不是 不是的 吐告会可能 人多 但不是最多的 最多的活动是什么时候呢 是教会旅行的时候 或者大家有得吃有得玩的时候 不是你最喜爱的活动 但是 这是基本接受 迎接主耶稣回来的活动 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 你要警醒吐告 所以我们知道 比特提醒那些人 就是你要做什么呢 除了紧慎自首之外 你所想的事情是清楚之外 是平衡之外 是需要事上的吐告 所以提示就是 吐告、吐告、吐告 照着做就可以了 一个统计 这个统计可能不是很准确 是大概十年前 在美国福音派的记忆图里面 平均每日祈祷的时间 是少过四分钟 包括借饭的时候 少过四分钟 福音派的传道和牧师 每日平均的祈祷的时间 是少过七分钟 包括借饭的时候 我都要警惕自己 我是不是这样呢 可能我都在这个群体里面 其中一个 不是怎么祈祷 被迫需要说话的时候 就是说的 还有 福音派的记忆图夫妇 只有百分之一的人 是有经常一起吐告的 究竟我们是怎样呢 我就问我自己 我和师母是否有一起吐告 一起来到亲近神的时刻 我们需要更加加强这件事 因为这个就是预备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有的活动 有时候我们说 现在的程序太厉害了 工作太累了 很晚才睡觉 但是也要祈祷 通常很晚才睡觉 才祈祷的时候 你就不会太专心了 后期说两句就算了 有时候我都要承认 我自己都一样 在这个圈子里面 我们就不专心 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 祷告是不要睡觉 祷告没有想要合眼睛 但是不要睡觉 你记不记得 赫西玛丽园的时候 耶稣去祈祷 带了几个门徒 有几个门徒是更加近一点的 其中一位是彼得 主耶稣叫祂 你们要警醒祷告 不要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强弱 原来我们要小心 要处足精神来祷告 否则我们就会睡觉了 接着我们知道 这位这么厉害的门徒 彼得 如果有人不认耶稣的话 一定不会是他的 谁知道就是他 三次不认主耶稣 当有人指控祂的时候 嚇到脚都远了 不是啊不是啊 我不认识他 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他说话 三次不认主 后来他发觉耶稣所说的真的 他说我会不认他 今次他看一看我 他知道了 立刻痛哭流涕悔改 为什么一个这么勇猛的人 竟然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否认他的主呢 有时候我们肉身的软弱呢 是会叫我们跌倒的 我们虽然明知那样是错的 我们都去了做 因为我们的身体软弱 太疲倦 太劳累了 我们需要保持我们身体的强壮 精神 时间已经快到了 所以主耶稣说 你们不但要谨慎自首 而且要警醒祷告 要清醒的祷告 第三件事呢 他就提到 最要紧的 第四章八节 最要紧的 就是要 你们要 彼此相爱 切实相爱 什么叫最要紧呢 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要紧的 所谓要紧就是 一定要做的 所以我就把全部我们要做的东西 列在这里 第一 要煮饭 第二 要照顾 第三 要送他去学琴 第四 还有学小提琴 第五 学跳舞 第六 唱歌 第七 列在这里 很多要紧的东西 你和我都有很多要紧的东西 有些要紧到的程度 你不做不行 有些如果做了就好些 如果不做就很吃虧 所以当我们列在这么多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要比较一下它的优先次序 究竟哪一样最重要 所以彼得说 最要紧的 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是第一 这个是第一 如果你把它放在列表的时候 它是排第一 那件事要先做 如果不做的话 你根本一点时间都没有 所以有些事就一定要做 有些事有时间就做 没有时间可以迟一点才做 有些是不用理它 那些东西的 我们今天太多事了 哪一样最要紧的呢 所以彼得就说 最要紧的是什么 彼此切实相爱 平常他都叫彼此相爱 今次讲切实相爱 切实是什么意思呢 在原文那里说 切实这个词 就是说 要倾注全心全力 去拼命去做这件事 所以切实相爱 好像一只马要开始跑的时候 那时候一举高的脚 当他要发力的时候 那时候那种力量切实 奥林匹克刚刚完了 那些运动员要开跑的时候 或者刚刚要跳入水的时候 那种力量是要用尽最大力量 用尽方法来发力 所以说 当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 要想尽办法 如何能够做到最好的 让人感受到我们 是真是爱他们的 彼此切实相爱 这个是在你的名单里排第一的 在《药方十三章三五节》 很多人都识背 主耶稣说 我要刺及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如果人家见到 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业 这个就是他的指示 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因此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业 有些人说 这个就是一个徽章 你这样做 人家就认得出 原来认出门徒的方法 并不是要显示出你的会员证 你是罗省基督教会的会员 是会员证 对了,你是基督徒 或者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你这群人的信条是什么 我们这些读神学的人很紧张 他的信条 究竟是不是那十一项 最主要的 关于圣经文 神 三位一体 各样是否列得很齐整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 可能不是最要紧的 不是辨别那些人 是不是真的基督徒 原来辨别那些人是基督徒 最主要的方法 就是要看他们 对彼此相爱 并不是他信条准不准确 信条准确很重要 我没有否定这件事情 但是 如果你单凭他所说的东西 他所做的东西 来到判别 他是否基督徒 我们可能会被误导 他说 怎样可以辨别哪些人是主耶稣的门徒 就是看他们有没有彼此相爱 当他真的被误导相爱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他们是跟耶稣的 他们是听耶稣的 因为爱能够有更大的吸引力 所以我们要处理我们当中的冲突 是很重要的 因为主已经快来 被误导相爱的原因是怎样呢? 他提出了一个原因给我们 因为爱能遮掩得罪 我们听了这个理由之后 立即有一个反应 什么? 爱能遮掩许多的嘴 就是要遮掩嘴 哪些人犯错了之后 不要让人知道 喂 盖住盖住 他偷东西 盖住盖住盖住 不要让人知道 他说谎 盖住盖住盖住 或者他奸任 哎呀 这些丑事 不要说出去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处理那些罪 主耶稣事上都提醒我们 要过一个圣结的生活 要保持这个群体是圣结的 我们一定要处理很多 不適合他的心意的行动 思想 他叫我们处理这一切 但是为什么要遮掩他 提醒我们说 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呢 原来一个爱群体 当我们发现这个爱群体里面 有罪产生出来 一定有的 因为我们这群是蒙恩的罪人 罪人 仍然有很多罪当中 有很多旧的习惯影响我们 但是我们要怎么让神的国度建立起来呢 我们不是将他宣扬出去 我们不会说 将这位弟兄做什么错事 他很差的 他说谎 他骗钱的 他偷人的 我们不会将他显露出去 但是我们会在群体里面 来处理 让这些人能够改过 因为爱就能够遮掩这些罪 如果我儿子犯了法 当然我知道他要承受犯法之后的结果 但是我不会走会宣扬 我一定会遮掩他 一定要让他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境界里面 能够继续向前 所以神叫我们在等候他回来之前 要被此相爱 学习遥书 彼得的功课就是 耶稣提醒他说 遥书人七次都不足够 要七十个七次 他以为很厉害 七十个七次其实不是490次 意思就是说你不用数 由得他一次又一次又一次 人家得罪你 你都遥书他 我们是否真的可以这样做到呢?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恶心重的时候 我们就更会遥书 因为耶稣就是这样遥书我们 我们一次认罪之后有烦 一次认罪之后有烦 一次有烦 就是他那种遥书 是感化到我们都能够遥书人 如果我们不能够遥书人的时候 就表示我们根本就不感觉到我自己罪恶心重 如果你知道主耶稣今晚就会回来 我不是预测他今晚会回来 我不敢预测 但是你会不会去处理这些冲突呢? 还是不要紧了 他见到的时候我才会解释 这个人很差的 我根本就没办法跟他相处 我们的学习遥书 好让这一切都能够进入一个和平的境界里面 所以主耶稣回来之前要做什么 除了谈慎自首 这个警醒吐告 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 第四样东西就是互相款待 第四章第九节那里 那个提示我们觉得有些 不是很合现在时代 不是很紧要 互相款待 各个有屋主 为什么要款待他们呢? 但是彼得好像很奇怪 将这件事列了在这里 彼此款待 所以我们想起第一世纪的时候 这帮人听到的什么 然后在第一世纪的教会 的信徒通常都是会遇到很多家庭 对他们的拒绝 他们不能够很安全地留在自己的家里 有很多去传阳福音的人 周围走的时候 他可能要找一些地方 去跌脚 那以前那些旅馆 黑棧 不是一些道德最高的地方 通常有很多 嘔嘔咬到的事情 所以不是很方便 同时我们发现 原来彼此款待 在那时代 第一世纪时候 那儿的重要性是高达很高 如果我们不遇到 Where we don reuse 時 那福音不能传出去 保罗每次都说 我去到哪里有谁招呼我 记得在圣经里面 但我相信必定有人去处理这些事 就是要彼此款待 如果不是的时候 第一世纪的教会是不能够站得稳 我们想回今天的教会 我们是否仍然要彼此款待 互相款待 有什么用处 原来如果我们能够互相款待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美好的果子 有很多人都因为有人曾经款待过你 或者是关心过你 所以你的生命改变 你的生命因为有人去照顾你 爱你、爱你 所以你觉得这个人是很特别的地方 我需要听听究竟他在做什么 其中一件事是款待少年人到自己家里 我们经常都想到少年人 他们搞到污烟瘴气来到我家里 就这样拿那样拿 但是每一次你做这些事的时候 这些少年人都记得他们所碰到的是什么 他们记得的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未必是你所说的东西 那是他们记得你怎样对待他 你怎样照顾他 怎样处理他的问题 这些就叫他们生命的改变 少年人就是在这些时候 能够得到生命的改变 所以我们伸出接待的手 可能这个世界就会反转过来 很多时候我们经常都说 Privacy Privacy 这些是很值得注重的 但是当我们能够打开自己的时候 原来这个世界就因为这样被反转过来 我们经常想到款待 就是娱乐 如果他来的时候 我就会预备安排好了 装修了一间屋 放好家里的傢修 布置一下场地 来到的时候 他喜欢玩什么就有什么 这些我们叫娱乐 是不是要这样娱乐 大家呢 娱乐很重要 我们觉得来到很闷 但其实主要的要求 并不是我们搞好这些娱乐 是搞好款待 英文叫Hospitality 因为Hospitality是关乎人和人的需要的 娱乐是关乎事的合适的安排的 我们希望两样都能够做得好 但最主要的并不是搞事 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人的需要 但通常人的需要是很难处理的 很累的 我们要明白人的需要 究竟他喜欢什么 他需要什么 他是不是什么都喜欢吃 那些不喜欢吃的东西 我们就想想哪一样最适合他 所以要用一个正确的态度 做正确的事 我们经常想做正确的事就可以了 但正确的态度不一样 款待人很多人都愿意款待 但是一款待的时候 哎呀那些人又来了 呃呃呃呃 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怨言 所以呢很多时候呢 做好事不是不能够做 不能够做 不过呢 不发怨言这件事是很难做的 因为呢你帮人的时候呢 人家未必多谢你的 但圣经教导我们呢 所以我们要不发怨言 有两件事,是彼此服侍 第二是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关于恩赐方面,在这里提到 有三点我们可以学到的 第一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 因为他那里说,各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 各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 你的恩赐是什么?他的恩赐是什么? 我未必知道,但你自己就要在那里查够 你要知道,原来神给了特别的能力 给你做某些事 你做得这件事,未必做得那件事 原来人人都有的 所以我们需要将神给我们的恩赐活出来 第二,我们都是恩赐的管家 什么叫管家?管家就是老板 把一些东西交给你,叫你去做 你就照着他做 你有自由去选择他怎么做 但是你需要听听,究竟老板想怎么样 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只不过是管家的责任 你有钱吗?没错,你赚回来的 但那些钱是神给你的,你是管家而已 神叫你怎样用那些钱,你又怎样用那些钱 这家屋是你买的,没错是你买的,但是神给你的 神叫你怎样用这家屋,你就怎样用那家屋 神没有问到你,是买了一架漂亮的车 神只是问你,究竟你能不能用这架车 来做了我要你做的事 这个就是管家的职务 我要做百般恩赐的好恩赐 就是老板叫我怎样做,我就怎样做 谁是我老板呢?神是我老板 第三件事关于恩赐的就是我们要彼此服侍 不是用来被人看到我多厉害 哇,他很有技能,很有技巧 可能人都会欣赏,但最主要的目的 并不是被人欣赏,是叫别人得着益主要服侍人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群体里面 我们经常要有的口号就是 我需要你,你需要我 我做你不做到的事,你做我做不到的事 那我们就全部要做的事都能够做到 这个就是恩赐的最大目的 又要达成这样 他这里提了两件事 恩赐分了两方面,两大类 第一种就是言语的恩赐 言语的恩赐包括讲道、教导、报道、辅导 但是他有一个提示就是 做这些讲话的人 他需要按照圣经来说 不要乱地说 不要按照某个专家所说的就说 我们需要看看圣经是否这样说 有没有违反圣经的原则的 我们要按照圣经的立场 他的讲法来说 这种恩赐的人 没错有很多,但是需要照着这个规则来说 第二就是服侍的恩赐 有些人是很能够做到这些东西的 包括了,这里列了一点 不是很多 打数、清洁、派餐、派程序表、印刷、接送、煮饭 现在又有音响 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服侍的 要怎么做呢? 就是叫我们所做的事不会羞辱神的名 神会觉得 这个人真是我的儿子 这个人真是我的女儿 我得着荣耀 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 在这一切所做的事上 能够将主耶稣就回来的消息 是更加传出去 主耶稣就回来了 可能是今天,可能是明天 你要怎么预备好自己迎接他回来呢? 这个就是这段圣经的消息 我们是否好像那个傻佬那样 举个牌子,就是说世界每日到了 这个不是假的事 但是呢,是不是就这样做呢? 可能效果并不会太理想 或者我们多些时间去研究 时事,现在的转化 和主在来的启示的关系 的重要性是怎样呢? 可能会见到很多 有很多学者都会提供 我们好奇心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不是表示 我们要用完时间去做这些事 或者去断定主耶稣何时会回来 我们知道他快回来 但是我们不能够断定到他何时回来 使徒彼得就可能提醒我们 只做这五件事 这五件事包括什么呢? 就是谨慎自首 警醒祷告 彼此相爱 互相款待 用恩字 彼此服侍 这个就是你和我都需要做的 这个就是你和我都需要做的 你有没有预备好世界的末日的临度呢? 其中一件事就是要快些信耶稣 让我们能够知道 如果他真的回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是很坦然的来面对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神亮我们感谢你 你借着圣经的话语提醒我们 我们在世上的日子 只不过是预备你的在来 求主你给我们都能够预备好 我们当中 如果有朋友 未接受主你做救主的 愿你的灵在他们心里工作 鼓励他们 提醒他们 让他们都能够 敏感的 知道他们要预备好 你的来临 主啊我们求主你 都是叫我们已经接受你 相信你的 能够在当做的事上面 去尽忠做得更好 让我们谨慎自首 让我们警醒吐告 让我们彼此相爱 让我们能够用恩赐来彼此服侍 亦都是互相款待 主啊当你回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告诉你 你已经做好 你要我们做的 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六星名求 阿们